不少人呢在吃饭的时候看到一锅汤里头 有浮着一层油觉得想要把它去掉不知道怎么办 也有人呢在个手在吃饭的时候沾到了油 不知道要如何解决 到底其中有什么样的秘诀可以解除这样的困扰 带你来看 做菜的时候手沾到沙拉油却怎么也洗不干净 不过没关系只要在洗手的时候加入一点咖啡渣就能去油腻哦 实际试试看双手沾上沙拉油整个油腻腻 不过只要沾上一点咖啡渣后仔细来回搓揉 就会发现超强洁净力已经逐渐发挥作用 哇 我的手现在真的超干净而且完全不油腻哦 让我们现在上街来找民众试试看 如果是就环保的角度来看的话 当然是用这个比较没有像那种化学药剂这种感觉 可以洗得掉 它就可以把油搁起来啊 我认为用植物比较环保 咖啡渣去油去角质使用后还散发淡淡清香 但提到去油我们还要教你另一招 热汤冷却后放进冰箱上面浮了一层油 不过别担心只要用保鲜膜就能轻松搞定 只要将保鲜膜轻轻盖在汤的表面 上头的浮油就会乖乖被粘起来 不一会儿汤头上的油就全部溅了 实在有够神奇 整锅汤的油变少了 也吃得更健康 保鲜膜吸油法 下回你也在家试试看吧 中间新闻成果明白 问平高雄报道